今天就借到Dair MAAFO頂級公路車 跟大家介紹一下它和試踩一下它 大家好 歡迎我來的頻道 我是Chris 我自己也是踩開Dair的 也可以有一個比較 我自己踩的那一部MR1S 和這部MAAFO是有什麼分別的呢 不過也看看這一部 因為它是L size的關係 所以看上去都很大 座位我已經調低了是適合我的高度 所以踩下去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看上去就會大了 和落差就沒有那麼多 現在都詳細一點去看看這部車 這部就是Dair的頂級車 MAAFO 不過它的圖裝就不是標準的圖裝 是十周年的限定圖裝 如果是標準一點的圖裝 會看到是黑色 然後單調一點 又或者其實Dair這個品牌 它有一個客製的服務 就是可以自訂顏色 而AFO的這一款都可以的 例如全藍色 Logo是灰色又或者黑色的大大個 而它是一款頂級的車 提起頂級的 我想大家都會想起頂級的Carbon物料 但是它除了用頂級的Carbon物料 它都加入了一些石墨器的物料 可以令到乾性高的同時 踩上去都會舒適些 因為踩單車的時候 除了要夠硬 發力 打下去的力 要夠直接之外 其實都會想車手舒適些 如果車架是做得很硬的 真的很硬的 但是如果車手 踩一些長距離的路線 多日賽的話 說不定是很辛苦 那麼辛苦的話就自然不舒服 不舒服又會影響到表現 所以舒服其實都是 一個車架做出來的時候 需要考慮的其中一個因素 至於車架Size方面 就是L-Size 所以看上去就沒有什麼落差 我個人就沒有那麼高 然後車架底色 其實主要是白色 然後見到其他地方 有一些紅色的線條 然後除了Adair的大logo 其實上面也印了其他的logo 都是相關的十週年 告訴你 這個是十週年的限定車架 然後它跟著的車把 是一枝一體把 這一枝一體把 就是Adair他們推出的Aero 1V 一體把 看來它都非常有型 然後這一枝一體把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裡是有兩顆按鈕 這兩顆按鈕 是加在一體把 這個設計是不錯 有一些的車把 它沒有預料你 即是裝一顆按鈕 如果你要裝一顆按鈕 令到你捉住上把的時候 可以變速 那你要貼那顆按鈕 而這一個 它本身是有個洞 可以給你加一個按鈕 這款車就是全能型的公路車 所以看上去就偏向 真是全能型的車款 現在看上去很多都很粗壯 很有煞氣 很有威風 而全能型就會感覺 保守一點點 然後它也有一些地方 是我哥一部的Dair MR1S 是有的 一看就看到了 就是這裡 防吊鍊器 而這個防吊鍊器 就是他們這樣設計 這一部AFO也有的 然後它車架L size 手把就是-42長90 是一支-6的一體把 可以見到它的三部 就是用頂級的Sumaro GR-A12速的電子變速 不過可以見到 一些地方就不是Sumaro 可以見到它的餅位 可以見到它的腿 它的功率計 以及它的餅 都是不同的品牌 首先它是用Stone的餅 Stone這個品牌 都見到在香港 越來越多不同的車手去用 因為性格比較高 而樣子又挺帥 所以都見到有不少人 是用Stone的餅 然後功率計是用XKD 同一樣 我也是在用XKD的功率計 然後腿呢 這隻就好像叫Sky Pifflet 一個這樣的品牌 去推出的一個腿 看來都很輕 是一支Carbon的腿 然後這支腿是160 我剛好又想試一下160的腿 嘩 這輛車就真的適合了 腳踏就是我自己的 因為本身就是用XKD的腳踏 我就轉了Jono Waku的腳踏 我們再看看後面 飛輪也是用Sumaro的飛輪 不過大道輪呢 嘩 是很搶眼 這個是Gear Roof的大道輪 Gear Roof我都介紹過 不過我介紹的那隻是一隻偏心的道輪 就是用到原裝的腿 只是換了一個道輪 這隻就是一隻中空的大道輪 有不同的顏色 這隻就是金色 看見 這條鏈也提一提 這條鏈又是我用的 就是PYC的頂級輕量的車鏈 這條車鏈呢 我兩部車都轉了一條鏈 因為我覺得它輕 而且踏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這條鏈是夠硬的 我自己就是用純銀色的車鏈 這位車主就用了變色龍的顏色 尺比就是用4833 下面就是1134 然後對LINK 我們再看看 這對LINK 就是一對波浪外框的LINK 這對LINK 就是叫做獵犬4540 中文容易讀些 4540代表它最高的框高就是45 低的位置就是40 因為現在波浪外框 或者一些鋸齒型 好像鯊魚的旗那些外框 其實高低是不一致的 最高的位置和最低的位置不一樣 重量我上網看過就是1280g左右 都是一對非常輕的LINK 這條外胎就是用維多利亞的CrossR Pro 就是78x28c的一條外胎 可以看到這位車主很有心思 可以看到它的座管是轉了另外一支 輕一點的座管 然後座位是用炭功的 可以看到好像很輕的 最終這部車其實磅出來是多重呢 不計水樽我自己磅過是7.2kg 不過車主交車的時候就告訴我是6.9kg 不知道是它的磅輕了還是我的磅重了 或者不知道是否其他因素 以一輛碟殺車去看 包含所有的配件 還有腳踏的 都是7.2kg 是一個很輕的重量 就和大家看著這麼多東西 現在就出去套公外面 找個地方試一下這部車 看完這部漂亮的車 當然要測試一下它 我那一天就出去了套公 然後踏上去阿公角 再下來 踏了兩轉 其實 不過就沒什麼說 一邊踏一邊去分享感想 只是最後那裡就趕了一點 所以現在就再和大家看畫面 然後分享感想 首先這部車給我的第一印象 踏下去的感覺 它是舒服的 對了 就和它資料所顯示的一樣 說石墨氣 加入這個碳架裡面 有一個乾性的同時 也保留到一個舒適性 就令到車手踏下去的時候舒服一點 那我試車的時候 是很喜歡找一些凹凸位 一些行人過路處 特意不射力地一下鏟下去 看看感覺會是怎樣的 而這部車給我的反應是真的舒服的 當然它的尺寸是大了一點 大了一點的尺寸 其實踏下去 多多一點都偏向會舒服多一點 但是這部車 我想它有這些物料 所以令到它的舒適性 是會更加明顯多一點 因為我以往都試過一些頂級的車 它的尺寸也是大了 對 車主比較高 那踏下去的時候 雖然說大了 姿勢上是偏向舒服一點 但是這部車 有時滑下去一些凹凸位 它給我的反應都是硬的 對 坐下去 手抓住handle bar 會感覺到那種震動 傳上來是比較明顯的 而這部車就會偏向舒服多一點 對 當然乾性十足的 對 它都有的 我上斜的時候很明顯 踏下去 都是有頂級車那種速度的感覺 因為如果試過一些中階以下 偏向入門的單車 踏上斜的時候 給一樣的力 就會慢一點 一來那部車一定是重一點 新手入門 然後在物料方面 都會有一個影響 所以就會慢一點 對 上斜 這一部就真的 跟其他的頂級車有差不多的感覺 但是又有些位置 就是仔細的位置 給到你的感覺會不一樣 然後跟我的MR1S做一個比較 那AFO跟MR1S我覺得最大的分別 就是在姿勢上面 那我踏MR1S呢 因為它是一部爬波車 來的嘛 踏下去上斜的時候 真的很明顯會感覺到 好一點的喔 是會這樣的 而踏平路的時候 又不會說不好的 對啦 不會說因為它是爬波車 就變得平路差了 平路都一樣那麼好 不過在姿勢上面 你會發現 跟一般的車 可能會有少少不同的 就例如說 MR1S它是我踏平路的時候 我第一次踏 來到之後不停踏 其實都是這樣的 就是我會發現 身體伸得不夠前 好像很近個人 還有手把位會比較高 就算我已經調到最低也好 它都是偏向高一點點的 而去到上斜的時候 會發現 嘩 一切都是剛剛好 而且是法力 各方面都是很舒服的 再看看AFO AFO是一部全能人的車 它就沒有分 什麼上斜好一點 平路好一點 它是樣樣都是很平均的 上斜沒有問題 下斜操控性很好 平路法力也很好 而MR1S它是爬波車 就真的偏向爬波多一點 感覺到 嘩 上斜的時候 真的姿勢 法力 速度方面 就真的好一點 而平路的時候 踏下去 其實我伸得不夠錢 人好像伸得不夠錢 但其實影響 又不是很大的 對了 一樣都是踏得很快 在平路那裡 所以如果要這樣比較的話 都會有個分別 我會覺得 兩部車都是好踏的 都是踏得快的 都是偏向舒服的 MR1S它 我會覺得它硬的 都硬的 但它又沒有硬到 真的好像Dogma那些 那麼硬的 都有一點點舒服的感覺 在裡面 因為它下面座管那裡 開了一個洞 而那個洞 有一個減震的效果 所以坐下去 其實這部車都蠻舒服的 還有很輕 M1S很輕 而這一部的AFO 它是點殺 都是很輕 7.2kg而已 連上這樣所有東西的話 這個都是有一些感想 可以給大家 兩部都是頂級車 對了 都做一個宣傳 如果大家對Dare的車 是有興趣的話 其實都可以找我去訂 然後它的Stone Bank Xcady功勒計 又或者是 這一套的Gearwolf 的大盜輪 又或者這個品牌的盜輪 其實都可以找我來 但都不知道大家對Dare 會不會都有點興趣 如果有的話 希望可以給大家一些感想 又可以和大家看看這部車 這一段的試車片 就差不多來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字幕包丁 你的面部 字幕包丁 交代表